嗨 大家好 這一期是接續預測10年內電腦發展的下集 聊聊如果AMD也開始跟著M1 Max 或是Intel的12代做大小盒或是SoC的話 那會發生什麼事情 那任何的討論或是執政還請提出 您的回饋是本頻道最大的資產 你不要跟我說聲音難聽 建議買變身器就好 那如之前所談 預測發展的走向有一個很重要的指標是耗電量 耗電量牽扯到散熱 散熱會影響體積重量 當然會決定成本 可以說是產品定位一個很重要的指標 而上一集簡單來說就是強調一個概念 CPU的效能比起SSD、螢幕等其他周邊來的慢 為了滿足高解析的影片編輯需求 或是高畫質的遊戲需求等等 它的耗電量現在看來就是越來越高 那隨著M1Mass 它的效能解禁 很多報導啊 創作者介紹的影片也陸續出現 那我自己的興趣來講 我想跟大家聊聊 強大的SoC晶片 對於機殼可能會造成什麼樣的改變 那探討這個變化之前我們要先設定一個SoC 那假想一個運行Windows的虛構晶片 來想想怎樣的機殼適合這個SoC 為了讓這個晶片更有畫面 那你想想是AMD還是Intel生產 那我覺得比起Intel AMD更有可能去做這件事情 畢竟AMD本身就是一家同時做CPU跟GPU的公司 而且他們早就把記憶體封裝在GPU身上 Radeon 7的HBM2它的頻寬已經到了每秒1000GB以上 是M1Mass的400GB的兩倍多 還有Radeon 2中的Infinity Cache這個概念 早就證明AMD其實沒有什麼太明顯基礎上的問題 CPU部分他們自家的正架構本身就是一個模組化的膠水大法 從6核心到64核心都可以用這種模組化的方式進行生產 做不了超過500億電晶體的M1Mass沒有關係 正架構早就證明膠水還是可以帶來強大的競爭力 天下武功微快不破 晶片的模組化的膠水大法我想可能也是一樣的道理 你一個晶片打不過我就把8個晶片封裝在一起 AMD只要做膠水APU就可以啦 那我這邊預想三個可能的產品類型 開始之前還是要提醒一下這真的是100%的個人虛構 你就可以邊吃著薯條之類的東西看看打發時間笑一笑就好 不要作為投資理財的參考 更不要說我散佈假消息 網路時代的資訊都是去中心化的 更需要的是我們培養獨立思考能力 那我們就開始吧 中階就是一個6核心的CPU或是150TB之類的GPU 兩個膠水起來搭配4GB之類的HBM 那不夠的話主機板再擴充就好 有點像Cache的概念 那高階的話可以像Apple M1Mass這樣 你可以做一個強調GPU的產品或是一個強調CPU的產品 一個從6核變8核一個換成150變200W的TDP 那這樣就是一個方法了 反正M1Mass跟M1Pro其實也只是插在GPU而已 那中級版本就可能是個10核心 配上6800XT這種超耗電的超高階的東西 然後把兩個膠水在一起 那反正他們已經做過16GB的HBM了嘛 我想做個32GB啊 插8隻記憶體4通道啊 我想這些應該都做得到才對 那擔心它的散熱問題的話 可以參考現成失列者的超大封裝 64核心都可以封在一起了 這其實AMD早就做過了 好吧 那我們現在已經有這個虛構的膠水APU來做一個參考 那麼來想一下 怎樣子的機殼適合這種SoC 或者是一個超大的APU 那SoC就是代表只有一個主要的發熱源 那整個架構就會有大幅的變化 像是蕭邦V1這種沒有顯卡的ITS機殼 很有可能會在未來SoC的發展下大放異彩 從現在網路上看到M1MAS在雙烤的測試下 CPU加上GPU它的功耗已經到了120W 當然從能效比來看還是很驚人的 畢竟它的效能是真的很好 但坦白說這個耗電量其實已經是目前Intel CPU的TDP了 那換作很多人來講的話 那可能都是要用一顆入門的塔散來去做散熱的動作 那從剛剛我這些假設的虛構條件來看 如果SoC真的這樣子搞 或是APU這樣子搞的話 應該是一個200W到350W以上的程度 好像你今天做了一個TR4平台的ITS架構 那像是蕭邦V1這種沒有顯卡的ITS機殼 如果你要塞一下TR4等級的氣能 那就會大概要150mm以上的高度 那講到有很厚的蕭邦或者是V1這種機殼 你有沒有想到什麼 方糖跟大方塊 以後的ITS很可能會變成各種大大小小的方塊 或者是圓筒 那如果像M1晶片的Mate Pro 那可能就會回到類似2013年Mate Pro的樣式 如果你厭倦這種一成不變的架構 其實我也在這邊也想到了備案 你可以像銀星小烏鴉這樣子的顯卡位置換成240冷排 你就可以有不一樣的產品外型 相對的你把S1顯卡的位置換成240冷排是可以 那我認為這種APU或是SoC的架構 ITS規格也只會越來越有市場 不好意思講了這麼多虛構的東西 我這邊還想表達一個概念 NYMAX講的那些400GB的頻寬或是好幾倍的提升 其實沒有你想的那麼遙遠或是突破性 很多時候架構調整一下 製程調整一下 其實說不定就可以做到了 我想AMD的老闆蘇媽也是有想過這件事情 我想最大的困難可能也是軟體的部分 看看Win11對於AMD現在不友善的這些訊息 還有眾多遊戲差勁的優化 還有GPU的老闆怎麼跟CPU部門的老闆溝通 甚至可能會吵架 主機板廠商的溝通 人與人的問題才是最難的問題 誒? 講的研發好像不是人的問題一樣 總之任何的討論或是指證也歡迎大家在下面留言 我是Horace 我們下次見囉 掰掰 拜拜 我們下次見